在娱乐圈这个光鲜亮丽的世界里 爱情的故事往往充满了各种奢华与浪漫 然而真正令人羡慕的爱情故事 往往是那些淡定自然远离喧嚣的 在这个多彩的圈子里 有些女星选择了与众不同的爱情道路 她们的故事比任何闪耀的金钱和名气都更加动人和真实 万倩一位兼具风格与魅力的女星 在乘风波浪的姐姐中以独特气质脱颖而出 她不仅在职业上展现了卓越的才华 更是在私人生活中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 她选择嫁给一位圈外的广告摄影师 这位平凡的男士与她相识 相爱最终不如婚姻的殿堂 在社交媒体上万倩用含蓄的方式表达对丈夫的爱 不公开丈夫的照片 却用她派的标签分享了五年的甜蜜时光 张新宇的爱情故事同样让人津津乐道 她在神犬骑兵这档综艺节目中遇见了和解 这位兵哥哥的真诚与坚韧改变了大众对张新宇的印象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很快步入婚姻 张新宇的转型从一位备受争议的明星 变成了一个温馨幸福的君嫂 这个转变赢得了无数人的祝福 郭宪妮的爱情故事则更加充满传奇色彩 作为一位港姐出身的美女 她选择了一位来自河南的普通小伙朱少杰 朱少杰的人生经历坎坷而真实 从睡桥洞到搬砖工人 再到武术指导 她的人生故事就像一部励志剧 郭宪妮在拍摄宫时与她相识 两人的爱情故事就此开始 朱少杰的真诚和坚韧打动了郭宪妮 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即使面对生活的艰辛 郭宪妮也愿意为这段感情付出 她甚至为了老公的家人买房 而朱少杰也以自己的努力回报了这份爱 实力派歌手孙燕姿的爱情故事 同样温馨动人 与周杰伦相比 她的感情生活显得更加低调 孙燕姿的丈夫那迪姆 是一名荷兰籍印尼人 曾是香港公司的销售主管 他们的爱情故事开始与一次朋友聚会 那迪姆的执着追求最终感动了孙燕姿 两人追入爱河并举行婚礼 莫文卫的爱情故事像是一部完美的浪漫剧 既传奇又温馨 这位在娱乐圈历经二三年波折的歌手 最终与她的初恋情人约翰纳斯重逢 并共结连理 述写了一个幸福的结局 莫文卫在意大利留学 遇到了约翰纳斯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但不久后 由于现实原因 他们不得不遗憾地分道扬镳 这段初恋虽然短暂 却在莫文卫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之后莫文卫回到香港 开始了她在娱乐圈的生涯 2003年 一个意外的机会 让莫文卫在德国拍摄期间 再次预见了约翰纳斯 那时 约翰纳斯已经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并肩负起照顾三个孩子的责任 尽管面临这样的复杂情况 莫文卫并没有退缩 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 他明白了初恋才是他真正所爱 从此 莫文卫与约翰纳斯 看不如婚姻的殿堂 在这个看似物质和表面的娱乐圈 还是有人坚持着对真正爱情的追求 他们的选择 不是因为对方的财富或地位 而是因为对方的人品和情感的契合 只有找到对的人 才能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 共同创造出简单而纯真的幸福